后放些镁粉是为了方便取出冲头 在压力下 冲头积入胚料 将中心金属挤向四周而形成孔 由于不可能一次冲头 通常冲到四分之三十翻转胚料 从另一面冲掉孔底脸皮得到通孔 对具有较大孔的环形断件 不能用冲头一次直接冲出 就要再加上扩孔工序 这是使用马杠进行扩孔 孔壁在垂头与心轴之间受压减薄 环形件的直径则加大 扩孔后再用胎膜和冲头整径 这样断件就完成了 由此可见 钻造冲孔与切削加工做孔原理上是不同的 它并不全部去除孔内金属 而只是利用金属塑性 使它们在压力下按需要重新分布 这对提高材料利用率是很有好处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